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 我在这儿瞎吹 今天我们继续讲想来听书这个项目 我们前面讲了一系列的转换注册 试用等等这些功能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回到用户的角度 如果用户对我们转换的语音表示很满意的话 那么他想另存 比如说这个小说讲得不错 还转换完了之后 我听完了之后觉得还可以 那么我想把它保存一下 那么这个操作怎么进行呢 好我们这个程序也提供这个文件另存这个功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功能相对说也比较简单了 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个可能空余的这个时间 把之前这个没有讲完这个功能完善一下 我们还是PPT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今天我们主要说这个保存用户满意的这个语音 不满意的 比如说这个男生 然后有狼苦鬼豪那个声音 咱们就别保存了 有些女生还是比较好听的 我们这个保存用户满意的语音呢 主要是一道这个QT的保存文件对话框 然后就是shooter文件操作了 这个这两个之前都讲过 也比较简单 我们再回顾一遍 演示环节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的这个程序呢 file name 这里边只写的是temp mp3 就是默认的是这个py文件 词在这个路径 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用这个 前面应该加上一个 因为我们自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文件 文件夹了 我们自己这个已经创建这个文件夹了 所以呢 我们前面应该加上mydir name 让他在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路径下面 存放这个temp mp3文件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也就是说 中央上的这个小卖听书 下面存放这个文件 你好 百度语音 OK 然后我们去 找一下这个文件去 好 那么这个temp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打开一下 测试一下 是不是这个 你好 百度语音 好 没问题 就是这个 以后所有的这个音频连事文件 都在这个小卖听书 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 这个也方便用户去找 也方便我们自己去找 不必老放在这个工程下面 因为这个当我们release给用户用的时候 不可能把工程给他 好 那么当我们要保存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 保存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个文件的相关操作 在这个草案树里面实现 先把这个引发异常的先删掉 然后呢用户点击这个保存按钮的时候 我们要先弹出一个保存对话框 就是这个file name 这个这个时候就用到了 之前我们埋的一个小地雷这个时候就应该炸了哈 领存我们就直接给他扔在桌面上 然后MP3 这就是file name 然后这个file name返回之后啊 再跟大家磨叽一句哈 这个qt的所有这个qfile这个deralogue 他操作的都是这个路径文件名称 他不会真的去保存文件啊 所以呢 真正的保存文件这个操作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 我们自己来完成的就是 copy 啊 shutter有点copy 当然我copy的时候 这个文件操作最好是放在这个tryxfile这个quire里面啊 处理一些异常 copy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原来这个文件放在这里啊 mydra name加上tempMP3 然后呢 从这个保存文件的这个地方 狂投到了另外一个路径 那么调用shutter有点copy 在这两个路径之间传递文件 如果有错的话 不错 当然这个地方可恶的又得加这句 加上这句 好 125 加上这句125 那么回来再把它恢复到黑色 好 这个就 保存文件这个操作应该就算完成了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 再加一句 小麦听书 好 这个转化完了之后 我们如果觉得 哎呀 这个 呃 女生还挺好玩 我们给他调好玩一点 女生快一点 你好 百度语音 小麦听书 好 我们觉得这个声音特别猛 然后我们另存一下 好弹出来这个电话框在我们的桌面里面 那我们就把它保存到这个小麦听书里面吧 那就是 我的语音 dm.mp3 好 这个文件后缀怎么要自己加 sorry 这个忘了导入这个包了 文件操作在这前面 import futile 然后把它加进来 好 试听一下 好 百度语音 小麦听书 这声音不错 我们把它另存一下 另存为我的语音 dm.mp3 嗯 是一个vorming 不管它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 我的语音 打开看看是不是 你好 百度语音 小麦听书 好 这个声音还是挺萌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课的前半部分 说的这个 啊 用户满意的语音的这个保存 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啊 我们接下来就介绍的内容 啊 这个买 保存用户满意的语音 就介绍到这里 非常简单 因为 这里边提的一些操作 我在前一套可能中都讲过了 所以不再浪费时间 再细说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注册功能 这个完善 我们原来这个注册码也生产完了 邮件也发了 但是这没有让用户填注册码 填错了 也没有什么提示 填正确了 也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来演示一下这个注册码 怎么给它完善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 小麦 然后这个 注册相关的是在 我们的一个文件 下面的这个操作树里面 让我找一下 太遥远了 又写越多 又写越长 在这儿 这是注册相关的 实际上这个 我们填完这个注册信息之后 接下来呢 要再弹出一个这个填写注册码的对话框的这么一个对话文件 因为为了保证时间 我也还是直接从里边copy代码过来了 好 这是注册 那么注册呢 它也是这样的 如果是检测一下 如果你注册过来的话呢 那么这边呢 就是直接返回 不让你再重复注册了 因为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 在这边 先把这个 避免重复注册的这个先搞定啊 也是读这个文件 然后如果是重复注册的话 就告诉你无需重复注册了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原来这里是重新生成了一遍注册码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必要 然后这边是这个 这边是这个 用户如果胡乱填写有空着的话呢 那就让它一直这个窗口不消失 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是 它不为空的话 我们除了break之外 还有一个操作 应该把它复位掉 否则你下一次进来之后 它还是一直不为空 它就直接就break掉了 这里是用了两步操作 实际上用一步就可以 然后这个是这个 发送邮件的这个操作 发送邮件的这个操作呢 我们也不内什么了 然后直接到这一步来 直接给用户一个注册框 让它去注册 那么你在发邮件之前注册 发邮件之后注册 应该在发邮件之后 因为你要先拿到这个注册码之后 才能给用户 所以你不要在发邮件之前 就把这个注册码让用户填的 如果你先让它填的话 它填不了什么 它没有注册码可以填 好 那么填完之后呢 把这个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然后再提示用注册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如果是弹出一个对话框之后 然后得到用户这个输入 然后得到用户这个输入 把这个输入的这个后面这个回车啊 浪七八道字符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跟这个password的进行比较 这个password在哪里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创建文件的这个操作对它开始里边 好 如果是打开文件的时候不存在那我们就创建这个文件并且把这个password写进去 好 如果是存在的话呢就不进行这个操作了 好 我们再回到这来 这两个隔得太遥远了 好 这是这是一部验证码的这个验证 比较一下这个验证码 如果相当的话 这个就为true 这个state为ok 然后呢 这个input key就写进去了 写进去之后呢 检测相当 这就相当于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 那么我们就写这个用户与注册 好 然后这一步呢就用户与注册 恭喜您注册成功 如果是不相当的话呢 那肯定就是注册失败了 然后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标题栏的这个操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这一句 这句呢现在也得改回来了 人家现在已经是注册成功的了 所以我们要给人家一个 名分 这个地方就改成于注册成功了 然后ils注册没成功 那就继续填呗 继续填 请输入正确的序列号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此呢 这个注册的这个问题才算正式的做完 我们来看一下 注册 信明123456789 789178123提交 然后邮件发出去 发出去之后可以用户注册 那么这个注册 那么这个注册码我从哪弄呢 我得去从网上找啊 他应该发到了我的这个邮件里边 我的邮箱 啊 ok 运货注册信息 序列号 是这个 哦 这地方不对 所以啊 我们这个序列号 我们这个序列号 邮件发送的这个序列号 还是这个 嗯 sif.mykey 实际上应该变成这个 theory number password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对的 我们接受到这个邮件的密码是不对的 啊 在这里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我用了一个 这个地方 sif.mykey 这个是生成的一个 实际上应该用这个了 就开始创建的这个password了 好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得改 我们这个有件是发的不对的 啊 稍不注意这个地方就容易出问题 应该是这个 啊 serial number password 啊 当然了 如果这个地方用它的话 还得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啊 已经打开了 OK那可以 不然的话还要重新去打开它 好 我们再来一遍吧 不然这个bug不知道又要调多久 好 有件发过来 到了 应该是这个值 我也不知道这是成功还是失败 哈哈 已注册应该是成功了 OK 这里面显示已注册就是成功了 好 这边我们就可以无限的识听了 你好百度语音 你好百度语音 已经没有这个合成次数的这个限制了 好 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介绍到这里啊 介绍了两个内容 一个是这个满意语音的这个保存 另外就是注册功能这个完善 基本上现在这个功能基本上已经比较靠谱了 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